好 來 驚頭 三檔來臺灣 來看臺灣一些 賣伴手禮的專家 在這波疫情受傷很嚴重 業者是設法來轉型 透過望路來做行李 增加消息量 也在台政府推出的 國民如有的報酬到三百塊 可以刺激消費 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尤其就是像人流多的 或人潮多的這個商場 還有這個地下街 業績只剩下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間 驚者分析說 須到新型觀眾別的疫情 影響最大的就是 負手禮的店 因為外國的觀光客 沒辦法來臺灣 一般的香店 市場影響比較少 驚者突然想辦法 要轉型以外 馬基台政府推出國內的理由 到七月份 是寫三百塊 可以優好體驚經濟 國旅現在正要開始 我想會是另外一波的商機 振興券對我們都會 烘焙其實都會有 一個正面的幫助 之後的一些振興 我們現在在 也是跟百公百業 在談如何的企業的轉型 雖然台北市有過分帖不來 但是民眾黨立委 刷必如有出席 現在正有台地事 就看說 葛伯道機 葉車正處局大臺主管